第147集 那只太阳鸟话都不用话 本身就是一团火 它俩试打又会烧伤了自己 就连骚扰都得小心 不注意就会投机不成18米 自己弄伤自己 太阳鸟飞过去 又是一个转身 便重新来势凶猛的给破了过来 金飞瑶瞅了一眼圆猛 发现正把所有灵力聚集起来 是想放出一个破坏力极大的法术 这只太阳鸟只是来阻止金飞瑶 怕它趁着这个空档跑了 可恶的鸟 你也来骑我 金飞瑶怒骂了一声 等太阳鸟又靠近时 它丝毫不畏惧太阳真火 伸手就把太阳鸟给一把抓住 然后它身上的白领宝旗腰带 自动放出了一个防雨罩 防雨罩还拼命地吞噬着 太阳鸟身上的火焰 白领宝旗腰带 把太阳鸟当法术再吞 太阳鸟虽然能引着太阳真火过来 但它的本身还是一只妖兽 就算看起来像火团 最后还是有本体的 所以金飞瑶死死地掐着它的脖子 炼制过的手掌死死地抠住 竟然硬生生地把太阳鸟给掐残了 太阳鸟一死 围在它身边的太阳真火 也被白领宝旗腰带给吞噬了大半 最后相处了一只灰毛的二尺大小的鸟 你竟然杀掉了的太阳鸟 见自己的太阳鸟被杀 圆猛看着右手已经被太阳真火烧得不堪入目的金飞瑶 眼中喷出了愤怒的火光 金飞瑶好似挑衅一般 连鸟尸体都不想让圆猛收 手上明火一燃 就把太阳鸟烧成了灰烬 然后它拍拍手上的灰冷笑道 你的绝招最大的缺点就是发动起来太慢了 我就不陪你了 先告辞了 傻大哥 不等圆猛作出反应 金飞瑶招上了胖子和大妞 化为了一团明火 便冲了出去 金飞瑶刷刷的就飞出了百里 抽空往后一看 并没有发现 圆猛追来 难道这家伙放弃杀我了 生了绝招 抱着鸟儿去哭了 金飞瑶于是有些不解的想到 突然他觉得自己是不是眼花了 怎么看到太阳从天上落下 正飞速的向自己冲来 等金飞瑶定睛看清之后 便大吃一惊了 这并不是天上的太阳 而是一团有百丈大小的火球 火球后面是一脸怒气的圆猛 这要是让这么大的太阳真火的火球给打中 什么百领宝七腰带和银星沙群都是渣呀 百分百要死人的金飞瑶一回头 死命的就冲了出去 而那火球看起来飞得慢 其实速度很快 渐渐的就接近了金飞瑶 而且个头丝毫不减 他此时很接近金飞瑶 热气冲天 让这片地狱的妖兽早跑了个金光 就连植物也枯萎了 太阳真火路过的地方 地面就是一片的枯胶 太阳真火已经在金飞瑶的上空 他的身影在太阳真火下显得异常的渺小 随着轰隆的异响 整个太阳真火火球就砸了下来 金飞瑶瞬间就被太阳真火给吞噬了 太阳真火砸下来 立马在这片浮岛上烧出了一个宽二里的巨大深坑 熊熊火焰在坑中燃烧着 远在百里之外都能看到那窜入空中 足有百丈高的火焰 咦 那边的动静如此之大 难道是有争斗 离这里百里外的地方 正有一队十二人的人族解单修士 他们是被派出来巡逻的 这几个月魔族又开始活动的比较多 两边的战士多了起来 所以啊 得格外的小心 该不会是那火疯子圆猛吧 前几天才见过他 说什么要找饕餐 这几块地方都被人看过了 要是在这里早就被发现了 其中一人说道 我看这火事不小啊 有可能真是发现了什么 不如过去看看 东京弄得这么大 不想去看都不行 到时候上头问下来 我们一问三不知的 还不得又被忙 走吧 小心点 商量了一会儿 一行人便决定啊 前去看看 而这边圆猛飞在了空中 看着这满天的大火 心情是万分的爽快 他对着这巨大的火坑狂笑道 你杀了我的太阳鸟 我就要你在这烈火之中 也烧成灰烬 滔鸟又怎么样 过不了几天 整个神奇界都会知道 我圆猛杀掉了滔鸟凶兽 我的大明竟要想变整个神奇界 笑着笑着 圆猛的笑容突然凝住了 他不可思议的看着火焰中 眼中充满了恐惧 火焰之中啊 出现了一股冲天弥漫的妖气 压迫 绝望 死亡 这些恐惧的感觉 从圆猛的心中啊 不断地涌上来 活到现在 他都没有这样的感觉 里面涌出来的妖气 实在是太过惊人了 就连百里外的那对修士 都感受到了这股妖气 他们停下飞行 抬头往天空去 本来还是一片晴空万里的天空 此时却开始阴霾了起来 不安感 涌上了众修士的心头 他们的心跳是非常地厉害 直觉告诉他们 前方有可怕的东西 相互对看了之后 大家不约而同地 放弃了前去查看 而是逃命一般地 往后方飞去 想离这股妖气 越远越好 圆猛张着大嘴 拿着龙火棍的手 有些颤抖 他直勾勾地盯着 从火焰之中走出的东西 不知道应该讲点什么 来平息自己的心情 就在他的前方 一头二十来丈的妖兽 站在了火焰之中 黑色的长毛 酷似山羊的身子 脑袋如原狮 长着一张大嘴 头上长着一顿大脚 他缓缓地向圆猛走来 夜下便露出了一顿巨眼 而他的脸上还有一双眼睛 眼中满是压制不住的贪婪之色 只看一眼 就能让人感到 自己已经被剥皮削肉一般 被吞噬干净 那些凶猛的太阳真火 对他起不了任何作用 而且在他漫天腾飞的黑色妖气下 太阳真火被直接压制住 全部熄灭了 淘汰真身 袁猛惊恐万分地喊叫 这可不能淘汰 要结缘英才会发现 这人才结单中期 不可能会出现淘汰呀 袁猛慌乱得有些丢人 但是现场的情况 又如何能让他不慌乱呢 眼前的淘汰并不是可爱的小胖兽 也不是刚刚成年时久结的妖兽 而是已经让袁英七的他看不透的高度 那让人透不过气来 脚肚子一直打抖 压迫的人连逃命都办不到的妖气 这已经是修为顶级的成年淘汰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东西 袁猛慌的茫然 他不是傻子呀 是有了万分的把握 他才会来寻找金飞摇 杀了他就是为了扬名的 他知道淘汰不会出现 所以才敢豪情万丈的来 但是现在眼前 这一步步靠近的东西是什么 谁能给个解释 但是解释不会有了 淘汰靠近他 举起爪子就拍了上去 袁猛如同飞着的苍蝇一般 一下就被淘汰打在了地上 陷入地中十几丈 见他被打得如此深 淘汰伸出了爪子 往土里一翻 袁猛像一块草根似的 飞入到了空中 然后淘汰张开大嘴 一口接住了袁猛 随便嚼了几下 就吞了下去 但是这点 显然还不够他塞牙缝的 抬头往空中闻了闻 他的目光就看向了 百里之外的一个地方 那里呀 有十二名杰丹修士 正往自己的营地赶 淘汰抬头 仰头咆哮一声 甩开爪子 就往那边跑了过去 眨眼的功夫 他就跑得没了眼 过了半个来时辰 被太阳真火烧穿大坑中 正中间的一块土中 动了动 钻出了两只青蛙 胖子和大妞脖子上 挂着金飞瑶的乾坤袋 一脸茫然的看着对方 他俩也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 只知道当太阳真火 打下来时 金飞瑶把他俩拿了出来 直接抱在了怀中 然后太阳真火就烧了起来 时事还没烧到人 他便头一歪啊 就晕了过去 然后可怕的事 就在大牛和胖子的面前发生了 一股黑色妖气冲了过来 像一头妖兽 然后张开嘴 就把金飞瑶吞入到了口中 那黑色妖气越变越大 最后就成了那头成年的饕贴 现在不知是饕贴吞了金飞瑶 还是金飞瑶化成了饕贴 反正他红着眼 就跑去吃人了 胖子和大牛可能是味道太辣 直接被无视 所以捡回了两条小命 想了想 两只青蛙背着金飞瑶的乾坤大 在这从不用神石锁的袋子之中 翻出了那只天赤鸟的鸟笼 直了只鸟笼 两蛙便高高兴兴地去寻新主人了 百里之外的森林之中一片狼藉 地上掉了些法宝 但是他们的主人却都不见了 全部成了晚餐 那头成年的饕贴就立在了森林之中 很不爽地看着四周 突然啊 他冲空冲咆哮了几声 身上涌现出了那些乌黑的妖气 然后他的身子慢慢地开始缩小 从二十几丈缩到了四五丈来高 那深不可测的妖气也降到了九阶左右 样貌也比之前要温和了一点点 然后他抖抖毛 咆哮了一声 那本来深沉威慑感 十足的吼声也变得有些幼稚 这一切都变完后啊 他抖抖毛 屁颠屁颠地就跑进了树林之中 在滔贴的体内 金飞摇的石海依旧在那里 只不过那只整天打滚 好吃的小滔贴不见了 却而代之的是飘在黑色的海面上 进入了深睡的金飞摇 他就这样半睡在了海水之中 任那黑色的海水轻轻地推着自己 金飞摇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他的神志已经停止 虽然石海之中寂静一片 但总有灵力在石海之中飘动 然后就缓缓地 自己游入金飞摇的身体之中 如同他在修炼一般 他的修为和灵力 都在慢慢地增长成长 昏睡之中也能增长修为 这事要是被沉睡中的金飞摇知道 他肯定要得一万分 这比吃东西加修为还要省事 只用睡在那儿就行了 吃东西的事 就交给了涛铁 半个月后 在内神界的一块福岛上 魔族和人族在为了这块 百里大小的福岛 正在拼得你死我活 战事正热 突然有一头九阶妖兽 出现在了战场上 一般只要有修士开打 妖兽都会早早的 就全跑掉了 所以他的出现 让人都愣了一下 正当众人以为 他是谁的灵兽 还羡慕此人竟然有九阶的灵兽时 这头妖兽却发疯了 他举起了爪子 就打向了众人 管你是人族还是魔族 被他捉到 就直接扔进了嘴中 虽然妖兽也有吃人的 但是这种一看就是专门赶来吃人的 却是从来没有见过 这一百多人的小战场 眨眼之间 除了几个猿鹰漆的跑调外 其他的结单漆的 都让这头妖兽给吃了 过不了个把个月 他又出现在另外的一处战场上 同样是人魔不分的 见啥吃啥 弄得两族之间是莫名其妙 不明白是什么东西 竟然能越过外神界和内神界的那些小吊桥 跑到了内神界来捣乱 但当有修士看见 这头妖兽像个小女孩一样 小心翼翼的踩着吊桥 走过了云海后 大家才明白这东西是怎么在内神界跑来跑去的 而更确切的消息正时候 人魔两界一片哗然 无数原因以上的修士魔权擦掌啊 都想把他占为己有 未成年的饕铁出事了 当此事传到了龙的耳中时 他诧异了一下 便手指轻轻地敲打着桌面 低头思索了起来 龙的下方坐着红 他此时一扫那随时挂在脸上的高傲 看着龙眼巴巴地讲道 龙大人呢 我们去把饕铁捉来吧 那东西落在了人族手中 可没有意思啊 龙手指停下 看了他一眼 心中暗地想到 金飞瑶如果还在结单期 饕铁就不可能出现了 但如果是到了原因期 我已经在魔族筑击法中把通神诀加了进去 除非他没有修炼魔体筑形法 否则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 但是那家伙在混沌地带时已经有修炼过 只有刚刚入门 难道是通神诀没起效果 突然呢 他想起了什么事 难道是遇到了危难 生死关头 饕铁借用通神诀自己跑了出来 所以才会出现幼年的饕铁 不过这幼年可也是九级妖兽啊 令人想活捉 可不容易 真不知是谁把他给逼到了绝路 饕铁都给逼了出来 只怕当时在场的人呢 都被吃掉了吧 龙不会忘记 金飞瑶结单时出现的异象 那头成年体的饕铁分神 虽然只是出现了异息 但是那满天的妖气 还是叫人心生记忆 饕铁分神被逼出 应该有一段时间是成年期 但是那股冲破之力总会退去 不知道现在如何了 龙大人 你倒是说句话呀 要是被人族那些家伙抢了仙怎么办 虹催促了起来 他可是操作傀儡的高手 要是有饕铁这样的妖兽来做傀儡 那得有多爽 龙淡淡地问道 你想如何把他引出来 他行踪不定 现在又是战乱之时 并不容易 这有何难 他不是哪里人多就往哪里走 我们弄些人去 砍杀之人 让血腥之位传出去 把他引过来 红草就想到了个办法 现在赶快提得出来 别看他平时高傲无比 但是在龙的面前就如同不懂事的小屁孩一般 谁让龙是他还提之时就崇拜的魔族英雄 满脸的笑容和温顺的态度就如同一只讨好的小狗一般 何必这么麻烦 人族肯定也在找他 指不定用的也是你说的这个方法 还不如多注意人族的情况 由他们去帮我们找套铁 我们只用等现成的即可 龙抬起眼 冷声说道 红衣拍手 龙大人 你的利益实在是太好了 我这就吩咐下去 让他们时刻注意人族的动静 嗯 如果发现人族有大批人在野外集中 就马上通知我 果然不出笼的所料啊 人族的修饰比他们还要心急 终于准备啊 猎捕滔铁 相比杀死滔铁 他们更想把滔铁给活捉 至于他的四主金飞瑶 已经没有几个人担心他的生死了 大家在意的 只是怎么活捉套铁 捉下来后 又怎么把他签下授约 而且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 就这么多家门派 都想把他占为己有 到底是要归谁所有啊 人人都不想放手 套铁还没有捉到 就已经是吵得狗血淋头了 期间呢 冬玉皇派的竹须吾 直接拂袖而去 但是在这最烂 也是原因期的 又受会议上 他就是微不足道的一员 大家对竹须吾 愤怒的离场都是嗤之以鼻啊 竟然想让滔铁直接回东玉皇派 简直是异想天开 化神旗和炼须旗都还没开口呢 哪个轮得上 你一个小小的原因修士多嘴了 魔族这边倒是简单多了 谁能捉到 就算谁的 只要你有本事把滔铁捉走 其他人就是不得强夺 也只有在化神期以上的魔族修士 才打算去捉饕铁 相比人族 出过两次饕铁分神的魔族 比人族要了解饕铁的习性和能力 明白修为太低 就算是把饕铁捉回来也没有用 那家伙除了用武力压制他 让他听话之外 根本就不会和任何人认住 高傲的饕铁 对食物都是不屑一顾的 就算是分神也谨记此理 四主都只是借来使用的东西 更不要提其他的人了 除了拳头比他大 动之情或是认主血蒙 都是无用的东西 林道尧 你说的饕铁到底会不会来 我们都集中在了这里十几天了 连根饕铁的毛都没有看到 李兄啊 看到饕铁毛的基本都死光了 说起来我们这些结丹气的也是命苦 在灵几节好好的 硬是被弄到了这神几节 要和魔族对战不说 还要对付不知从哪跑出来的吃人饕铁 我师兄留在了门派之中 不像我整天得担惊受怕的 其实把他捉回来有什么好处啊 听说非常的能吃 而且没有成年 总不能给他吃人吧 谁知道这些前辈是怎么想的 可能想用骨头给喂他吧 这片长满了青草 长着稀稀落落几棵树的福岛之间 围坐着百余名结丹气的修士 说话的正是其中相熟的俩 他们满腹牢骚 狠不满地坐在了一起传音着 任谁被强行拉来做诱饵 都不会太高兴了 虽然给他报酬很多 但是引诱的可是吃人不吐骨头的饕铁 这份钱赚的也真够辛苦 不过人族修士也不是随便就来又不饕铁 在这团修士的四周 有四个十来掌款的法阵 只要满天跨入其中便会马上被困 如果他是直接跃到修士群中 人族修士也有了万全的准备 这百名修士座的地方也同样是个法阵 这个法阵可以及时的启动 结出了一个高强的盾阵来保护这些修士 计划下来 陶铁不管是走近 还是直接跳跃攻击 都会被困入法阵之中 就算他逃出了法阵 还有十名炼虚修士 十六名化神修士 外加二十来名 坐后背的原因修士 这些人全力之下 不幸困不住一头九节的陶铁 功夫不负有心人 长时间的等待之后 陶铁终于出现在了吊桥的那头 他吸起鼻子 左右看了看 似乎有些犹豫 在吊桥边上 已经各藏了一名化神七的修士 原因气的修为太低 怕他们不能隐匿的太好被陶铁发现 所以就由化神七的修士来做监视 陶铁站在了吊桥边上犹豫 让这名化神七的修士有些担心 他紧张地盯着吊桥那边的陶铁 就怕他发现了这块馅饼 而不肯过来 似乎桥那边东西太过美味 陶铁徘徊了一会儿 终于跨上了吊桥 他的体型过大 便小心翼翼地力气四足 轻轻地踩在了吊桥上 吊桥被他踩得是吱吱作响 随时都有断掉的可能 好在他熟能生桥 扭着腰摇摇晃晃地就走过了吊桥 见他走过了吊桥 这名化神七的修士松了口气 赶快给里面的修士发了个信号 他极力地隐溢的气息 不想被涛铁发现 远远地跟在了他的身后 涛铁果然被那群修士吸引了过来 他虽然已经是九阶 但是还只是幼年 灵智可没有心飞摇得高 而且恶鸣在外 对他来说只要有吃的 再危险也无所谓了